歡迎來到吉人社的頻道 我們是位於福爾橋旁的一間獨立藝術店 我是負責人翁明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村上春樹 茫柳與沈睡的女人》這部動畫電影 《村上春樹》的作品呢 向來都是影次改編的熱門文本 去年上映的《在車上》就是日本導演冰口蒙介 改編自《村上春樹》的《沒有女人的男人們》這篇短篇小說集 這部電影在去年上映的時候引起許多討論 可以說是一個改編非常成功的電影 而近期上映的《茫柳與沈睡的女人》 也是改編自《村上春樹》的動畫電影 《村上春樹》與《茫柳的女人》大致上可以分成兩條故事線 一條是職場上不被重視的銀行員片頭 回家後看到一隻會說話的巨大青蛙 而青蛙需要他的協助 因為住在地底下的大乳蟲 將會引起大地震 使東京受到嚴重的威脅 而另一條故事線呢 則是片頭和他的同事小村 不但面臨被開除的危機 某天妻子還有貓咪 竟然也莫名其妙失蹤 崩潰的小村跟子子到醫院看診的時候 使他漸進回憶起妻子 曾經跟他講過的故事 電影將《村上春樹》的小說的奇幻感 神秘感 營造得非常的不錯 而且故事是 將《村上春樹》的六篇小說串連起來 所以看得出來 改編上其實導演掌握了敘述的進程 非常的好 本篇導演呢 是知名法國作曲家 皮耶佛德斯 當初他和《村上春樹》聯繫的時候 本來只是希望改變《村上春樹》的小說 但《村上春樹》給了好幾篇 最後導演在寫劇本的過程 將不同的短篇故事人物 試圖算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那我們來回顧一下幾個《村上春樹》的影視作品 第一個 《東尼樓谷》是四川準的作品 台灣與2006年上映 改編至同名小說 講述主角《東尼樓谷》是一個在孤獨中長大的插畫家 一次的偶遇 愛上了一個女人 並且跟她結婚 東尼樓谷的妻子 非常喜歡高級的服飾和鞋子 總是忍不住想要將這些東西買回家 直到某天妻子決定要改掉這個戀物的習慣 打算退回買來的所有的衣服 不是很發生意外的理事 由主角因為過於想念妻子 所以找了一個與妻子外型相似的女人 然後希望能夠看見這個女人 穿妻子生前的衣服 但最後主角發現 終究無法取代 這個女人終究無法取代妻子 而因此將妻子生前的衣服都燒光 最後空蕩蕩的房間 只剩下她一個人 折破片長其實只有75分鐘 少量的對白 將場景聚焦於朱波子 透過兩位主演員 加上版本農醫的配樂 小蜂兒人物的孤獨感 各個無辱的氛圍營造得非常好 這是第一部被譽為 沖山陽春樹母改編最好的電影 第二部呢是燃燒烈愛 是韓國導演李昌東的作品 改編至《燒倉房》 台灣語2018年上映這部電影 電影的劇情圍繞在兩男一女 主角鍾秀是一間護運公司的臨時送付員 在有一天午後 遇到一名叫海美的女孩 偶然聊天的過程中 發現兩個人是同鄉 也因此拉近了兩個人之間的距離 然而某天海美突然向她告別 踏上遠赴非洲的遙遠旅程 再次相見的時候呢 海美身邊出現一個新的男伴 雖然 呃 這個男伴 班 看起來非常非常大方和諧 還是讓鍾秀的心裡非常不適滋味 直到有一次聚會 班無意一間透露自己 很喜歡燃燒採訪 自從那次聚會之後 鍾秀一直聯繫不到海美 卻在班的車上看到她送給海美的手錶 韓國導演李昌東改編的電影 保有原著故事蠟缸的神秘感 但電影卻呈現了韓國社會的不公 以及貧富差距 部分的弱勢的人士 以及年輕人的無難隱喻 變成燃燒的烈火 透過電影的真實與虛幻 塑造成一個自己的電影風格 不僅僅是還原原著 也是一部備受好評的作品 最後我們想要聊聊最近上映的在車上 主角嘉福玉介 是一名舞台劇的導演 以及生劇演員 兩年前妻子意外 女士 兩年後她被邀請到廣島戲劇節製作舞台劇 因為工作的關係 她需要往返兩地 她併起了一位汽車代駕 然後那位代駕非常的沉默廣野 叫做美沙季 兩個人在安靜的車程中 逐漸了解彼此的過往 也慢慢地解開自己的心結 而主角更是發現 妻子生前的秘密 這部電影改編了村上村樹的原作 大量地引用 契科夫的帆尼亞舅舅 可見導演冰口龍劍的企圖心 透過大量的對話、舞台劇 探討了人類的情感記憶 創商以及語言的本質 而導演更憑著這部電影 獲得94屆奧斯卡 聽像講的最佳國際影片 你有看過村上村樹的書嗎? 或者是你曾經有看過 以上我們提到的任何一部電影呢? 如果你對村上村樹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來到我們的獨立書店 來看看村上村樹的相關作品喔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內容 歡迎留言或者是點讚 並且希望你能訂閱我們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片尾囉